世间最重要的一桩事情 破灭开悟啊 这是大善 如果他迷惑颠倒心不觉悟 再大的福善 大福大善 往往后果都不好 也就是用的善心做错事情 用了好心结果做的是害终身的事情 这就是没有智慧 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懂得夜阴古暴的自私 所以才造成 十十多多的灾祸 智慧 从什么地方生起来 从清净心里面生起来 清净心就是禅定 佛法的修学 无论是大臣小臣 行教御教 宗门教下 无不是以禅定为书牛 佛法的教学是智慧 智慧一定要从定中带来 所以戒定慧成为三无漏血 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 教的是什么 就这三个字 戒定慧而已 戒是手段 不实目的 是最粗方便 因戒得定 戒就是受罚了 这个意思 注意一定要明了啊 你能受罚 你能受规矩 你心就清净 清净心就是禅定 清净其心起作用 就是智慧 智慧现前才得法喜 如果你要问 智慧是什么样子 智慧就是法喜 法喜也充满了 他这个智慧也已经开始往外透露了 你才生欢喜心啊 这个欢喜不是从外头五欲六成刺激的不是 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从自信里面像泉水 他自己涌出涌现出来的 世间人所谓是五欲六成的刺激 外来的 那个不是真落 那个落在佛法里面叫坏苦 恶是坏苦啊 不是真的 发喜是真落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逐渐逐渐的明了 逐渐逐渐的欺如 真正能生欢喜心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